压不下来港区是高风险红色警戒区 但是却出现了防疫漏洞 来看到有两名码头司机 居然脱下口罩大打出手 超近距离接触根本是超级大破口 市府忙着扩大快筛骑惊人 却有水利局的员工控诉 明明没有医疗相关背景 居然要支援快筛战 就怕传染给家人 痛批市府罔顾人命 高雄港42号码头 两名温奖大打出手 朝着对方猛出拳 每一拳都打头全拳倒肉 阿伯打架很怕 但让人更怕的是这个 你的口罩为什么在手上 被打的也扯下口罩狂嗆瞎 在高雄港疫情红色警戒区 还敢不戴口罩 简直是防疫大漏洞 打架时间26号下午 当天高雄确诊61人 简直不要命 违反相关防疫规定 本中队一一请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拆罚 高雄港区疫情扩散 一路烧到校区 短短一星期 四所幼儿园 加上大湾国中 小港高中 雄女和高科大 八间学校加起来 至少匡列632人 市府要求骑金人 统统去筛检 但人手不足 居然下令 水利局人员支援 骑金快筛战工作 员工不满 他们都不是医疗体系 也没有公位背景 市府专断独行 没有替同仁下属和家人 早想 红市府 罔顾人民 那只要担心 他会 染病啊 然后 如果真的被团染了 但有后一车 那出发要怎么办 出发前 勤前 做最好的一些 安排跟配置 还有训练 但高雄港区疫情 压不下来 就算有装备和训练 只要靠近 就有染疫风险 就怕防疫漏洞 挡都挡不住 今天高雄 正好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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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